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当玩家走进商店 就会看到最新蛋仔熊二 他肚子很圆 懒惰地趴在地上 那么此时此刻 趁熊二不注意 我们拿出锤子 砸开熊二鼓鼓的蛋壳 熊二他的肚子 里面装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新蛋仔熊二 已经来到了蛋仔岛 就站在水池旁 如果你在蛋仔岛中 也见过熊二 那么 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蛋仔岛中的每一只蛋仔 他鼓鼓的肚子中 都是装有东西的 比如说飞天小猪班尼 他鼓鼓的肚子里装的 就是刚喝下去的橙汁 还有蛋仔岛中的 NPC蛋仔 苹果派雪雪 他鼓鼓的肚子里 也是装有东西的 装的 就是他刚吃下去的 新鲜苹果派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 蛋仔岛中的新蛋仔 熊二他肚子里面装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和学姐 在蛋仔岛的商店中 找到了熊二肚子里装的东西 小伙伴们 仔细看在商店中 我们从熊大入场动画中 可以看到 熊大给了熊二一罐蜂蜜 熊二抱着就跑走了 并且 他伸出了红色的舌头 很显然 他要吃掉这罐蜂蜜 所以说 在蛋仔岛中 让我们使用锤子 打开熊二这只蛋仔 鼓鼓的蛋壳 就会看到 他肚子里面装的 就是他刚吃下去的蜂蜜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